你 请进 小姑娘 你怎么又来了 回去告诉你 高伯母 房子我不租 我不对不起 我错了 你错什么 这跟你没关系 我不应该偷拿您的毛豆 这 这位先生 对不起 她是我女儿 刚才在您家偷拿了毛豆 是我叫你无方 我带她来赔罪 那是小姑娘肯定是饿了 怎么能叫偷呢 小姑娘 来 来 来 小姑娘 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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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好意思 来 来 来 你也坐 你喜欢吃的话 你就多吃点 妈妈先吃 妈妈不吃 你吃吧 你看看 这小姑娘多乖巧啊 冲着小姑娘啊 这房子我应该租 但是那两个人 我就不想租 我们三家人一路从北平逃纳过来 之前我去趟南京办了点事情 就把女儿托付给了曾教授和高太太 我女儿调皮 没少给他俩添麻烦 照您这么说 那个人还真是教授啊 是啊 曾教授是富华大学理学院教务里的 我也在富华教书 我教中文 你也是教授 对了 请问您贵姓啊 免贵姓康 康岚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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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您就是写这个 迎创小柱的作者 康岚珊 康先生 这都是好几年前写的 写得不好 让您见笑啊 哪有不好啊 我跟你说啊 就您这本书啊 我前后看了不下十遍呢 写得太好了 没想到 今天能有荣幸在这儿见到您啊 我跟你说啊 您的先生林文月 那也是大名鼎鼎啊 以前住在我隔壁的大学教授们 经常提起您先生跟您的大名啊 不 您给我讲了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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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康先生 到了康州 您租到房了吗 正好 我跟你说 我隔壁就有一栋楼 您要租的话 可以零租 整租 您住一个月 两个月都行 太高兴了见到您了 妈 您怎么老是安身叹气啊 发生什么事了 你爸托付了林大周教授 每个月给咱们一百五十块钱的生活费 我刚去找他了 他们说他已经离开学校去了正德 找不到人了 早知道我就不租这么贵的房子了 潜英他们家住得起 咱们可租不起 付完这一个月的房租 再加上海陈的医药费 咱就没钱了 那我们要不要跟康先生说一声 我们找个便宜点的地方搬出去 先住完这个月吧 过后我去找找事情做 进来 小姑娘来了 打扰了 来 这是母亲做的清蒸狮子头 让我给你们送过来 谢谢 你们三家人正好一家一晚 太客气了你们 谢谢啊 这刚好 等康先生跟曾先生回来的时候 我们三家分 我先去热热 你快坐 谢谢 我叫孟海棠 是在北平复华大学 你呢 许颜音 我开学念大学历史系一年级 真的 我本来也是念历史系的 就是我家人让我去念吃饭 我爸爸以前是开学堂的 你们住的这栋啊 以前就是学堂